Hello from Nessus,我是KinFish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款叫Sniplee的瀏覽器擴充功能 Sniplee是一個我覺得蠻方便的截圖分享工具 它可以把你現在正在瀏覽的畫面截圖下來 編輯然後發送出去 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點一下它的圖示 然後就可以把你現在使用的介面給截圖下來 然後可以進行簡單的編輯 不管是要拉箭頭或者是畫框框 然後就可以分享 分享出去有兩種連結 一種是編輯連結 編輯連結就是它會給你一個 跟你現在正在使用一模一樣的連結 可以進行編輯 再來就是單純觀看連結 會把你編輯的內容就直接發布出去 就可以進行觀看 一樣可以複製你打的字 但是不能夠進行任何的改變 再來就是它的右上角 我覺得真的蠻貼心的地方 它可以點擊 Source 這個按鍵 直接到你原本截圖的網頁 因此這在 不管是要 分享網頁啊 你想要進行教學 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因為你可以在上面進行簡單的繪圖 然後就把它發送出去 別人也可以很快速的點擊到那個網址 再來就是 Added 功能 這個 Added 功能它其實在任何裝置上都可以進行 只是在手機上可能會有點Bug 我們先到手機這邊 我掃了 QR Code 之後 我就先隨便拉幾個框框 在螢幕上也會有即時的顯示 我再打幾個字 螢幕上也確實都有顯示出來了 但是呢 缺點在這邊就出現了 它是沒有辦法調 就是沒辦法拉箭頭 然後框框大小也沒有辦法調 因此 手機上的編輯功能的話 算盡人見智啦 雖然說只要取得到網址 都一樣是可以編輯的 OK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就說啦 如果喜歡影片給這影片下方 幫忙幫忙 喜歡我幫我頻道按個訂閱 OK Take it easy See you guys